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本好书 听段故事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段纯 有这么一本自传 上市第一周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 而且霸榜80多周 作者也因此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 被引进国内之后呢 这本书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 这是怎样的一本书 为什么会收获如此多的认可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作者是美国作家 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弗 翻译任爱红 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作者在书里讲述了他与众不同的前半生 他17岁前从来没踏进过教室 他28岁时成为了剑桥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 他的头顶上当时可谓是熠熠生辉 他的故事精准踩中了近年来的众多热门话题 一手烂牌 逆风翻盘 治愈原生家庭伤痛 知识改变命运 做自己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几乎每个人吧 都可以从中产生自己的共鸣 从中获得启发 但是呢 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并不是以上这些话题 而是书中可以深深打动我们的 如何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书名的时候啊 对书名很感兴趣 它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后来我看到这本书的英文名字 叫做educated 执意过来就是受过教育的 那么为什么会用这么一个中文书名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本书的译者 任爱红老师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原人的书名是educated 如果翻译成教育 教育改变人生 这样直接的书名 我觉得这部作品今天可能也无法收获它应有的认可 书名背后的故事相信不少人就听说过 当中有我 出版方以及作者本人漫长的纠结和推敲 比起英文版的简洁有力 中文版的书名以一种诗意的方式 概括了作品故事的核心内容 那种象征感 模糊的期盼感 很符合我们东方价值观中的美 新书上市的时候 就有读者说 虽然不知道书的内容是讲什么的 但只看名字 就觉得当中有独特的故事 有一种生命力在涌动 好奇 新鲜感 这是引发关注的第一支自由治疗 让作品能够有机会被人看见 我在书中看到的正是塔拉越来越澎湃的生命力量 这本书的前1分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的奶奶就不认同塔拉的父亲 也就是她自己的儿子 这儿子说呀 牛奶是邪恶的 不能喝牛奶 那么老太太就把自己家的冰箱里塞满了牛奶 她得了骨髓癌 儿子让她相信 吃一种神奇的药就能好用 但是老太太一直坚持看医生 她还说呀 小孩呢 小孩呢 就应该去上学去 除了奶奶之外呢 塔拉还有外婆 她的外婆家非常漂亮 黄色的房子 白色的尖顶柵栏 柵栏旁边 种了一排排紫色的鸢尾花 室内也布置得非常精致 她的生活里还有音乐 舞蹈 同龄女孩的各种丰富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 她的三哥泰勒 泰勒居然 毅然决然离开家 出去上大学去了 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 塔拉回忆自己小子的时候 听到的一个故事 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她说 命运早已注定 像沙利般数不清的选择 层层压缩 聚结成沉积物 变成岩石 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 书快看完的时候 很多人说 我才知道她这句话什么意思 很多时候 转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它是水滴石川 日积月累 是一件一件 沙利般的小事 慢慢的积聚 其实在塔拉七岁的时候 奶奶曾经想过 带她出去上学 但是当时那孩子害怕 没有去 但是15岁的塔拉 在三哥泰勒告诉她 她应该去上大学的时候 这些年来 从身边一点点 汲取来的力量癌 终于给了孩子 以勇气支撑她 答应三哥的要求 考上大学之后 塔拉逃离了大山 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面对着两个世界的激烈冲突 一开始呢 她仍然惯性地寻找外部力量 但是外界给的力量再多 没有办法解决孩子 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那么塔拉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她需要从两难的困境当中 解脱出来 找到真正的自我 那怎么办呢 她只能向内心去求 她只有拥有 可以自力更生的 源源不断的内部力量 才可以支撑自己挺过 这个痛苦而漫长的进化过程 幸好啊 孩子是来上学的 上学可以获取知识吗 知识多了 思想就开阔 视野也就开阔了 书里给人印象最深的 有这么一个故事 出现在开篇的时候 像阴影般的笼罩了塔拉很多年 这个故事是孩子的爸爸说的 说离家不远呢 有户人间 他们为了自由而战 因为不送孩子去学校 政府来抓他们 最后把他们全家都杀了 故事的最后 爸爸说了 下一次啊 可能就会轮到我们家 可是塔拉从来没想过 上大学以后 他从课堂上网络上 知道了这个恐怖故事的真实面貌 是什么样呢 这一家六口人 两个人是意外中枪身亡 其他四个人还活着呢 而且这个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中枪 因为他们家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而不是不送孩子上学 所以渐渐的知识就显示着 他日积月累 水滴石川的威力 塔拉越来越明白要学习的 不是应该思考什么 而是怎么自己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